时事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美日是否与国际社会 针对北韩和俄罗斯合作 采取更进一步的单方面的制裁措施等 受到一种关注 韩国政府22号终止919韩国和北韩军事协议 中限制韩方对北韩正常微信活动的条款销利 以应对北韩前一晚发射的军事正常微信 今天的那个十小点节目就为了在韩国 北韩的那个发射政策微信和韩帮的安全环境 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邀请的是 说科学中和研究生院大学黄飞教授 另外一位是实事评论家许敏锡先生给我们点评 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先黄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北韩发射侦察微信的事情好吗 对这个据朝鲜官媒朝中社的报导 这个朝鲜于当地时间周二晚上10点42分 在平安北道铁山郡西海卫星发射场 成功的发射了侦察卫星万里进一号 然后并于10点54分将其成功的送入预定轨道 然后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全程 观摩了发射流程的 然后我们知道北韩在这次成功发射之前 实际上已经发射过两次失败了 一次是5月31号 是在东苍里利用新型的运载火箭千里马一型 然后发射了侦察卫星万里进一号 当时一级火箭器和二级箭体 在点火失败以后是坠落在南部 也就是韩国和青岛以西的 200多公里的海域上 然后8月24号 是又发射过一次在东苍里一旦 然后这次是一级和二级火箭都正常的飞行了 但是三级火箭途中是自毁爆炸系统好像出了供证 所以就导致了发射失败 但是这次实际上22号报道的 就是说21号也就是前一天 10点多发射的千里马一型的运载火箭是十分成功的 而且金正恩实际上在22号早上10点 还又去了国家航空宇宙技术总局 然后当时还放了一张所谓的叫卫星的图片 可以看到很多的媒体还有报道 就是像一个这个像美国的那个在日本的关岛附近的 还有这个韩半岛的一个这种卫星的图片 但是那个卫星图片好像很 就是跟一般的卫星图片好像不太一样长的 就是有点有点这个清晰度不是特别高 所以现在好像也有一些这个韩方的这个国 这个研究人员是说这个可能是这个掉包的 就是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能够实现正常工作 这个卫星因为朝鲜他自己也说这个卫星要12月1号以后 可能才会正常的工作 然后呢关于这个朝鲜成功的这个发射这个侦察卫星这个事情 实际上各方也是表示了强烈的关注的 你就像这个美国是第一时间就关注到了他发射这个 他发射这个卫星的事情 而且呢强烈谴责了这个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去发射军事卫星 而且呢这个五角大楼的这个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 第一时间是和日韩的官员进行了通话 然后三方呢是强烈谴责这个朝鲜去尝试这个弹道导弹技术去进行太空发射的 然后呢美国也重申了对日本和韩国的这个防务延伸威慑的这个坚定承诺 然后韩国外交部呢也是这个当时这个本部长金剑也是立即与美日两方进行了一个通话 然后呢这个韩国外交部也表示说这个三国的朝核问题首席代表商量于基于这个韩美日的紧密合作 于国际社会一道去这个应对这个朝鲜非法挑衅 然后呢日本呢实际上是接到了朝鲜的这个通报的 因为日本呢就是因为他可能会经过他的这个所属海域嘛 所以朝鲜呢通报了给日本 但是呢是早了一个小时去发射这枚人造卫星 所以呢日本呢也是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啊 也也严肃的这个发生了抗议哈 然后这个呃但但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 是于周二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呢 说这个放任半岛形势继续将限于僵局是不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的 然后呢他实际上是这个替朝鲜这个发射卫星去进行了解释 就是说近期这个美国这个战略轰炸机和航母作战群都是平线半岛 所以呢中方是呼吁有关的这个各方都要正式半岛的一个就是政洁 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哈 就停止对抗施压 然后这个我们还看值得一提的可能我们之后也会讨论哈 就是这个首尔也终止了这个九月平壤共同宣言 也就919宣言的部分的一些决议哈 其中那个第一条第三款的 第一条第三款 是那薛老师啊 您是怎么看这次那个北韩发生那个军事争吵微信的事情 当然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利用的是这个弹道导弹技术 有关这一点北韩他反驳说 那么你们用什么技术 对不对 你们是用什么抛石器 抛石器这个东西以前古代 作战的时候不是那个抛石头的那种器具吗 所以用这个吗 好像这样反驳 不管怎么样 他利用的是这个技术 然后呢 这个违反了这个安理会的决议 这主要是讲这个 那么北韩的意思呢 说我们没有 我们是很正常的发射卫星 当然这里面 现在世界各国发射卫星 都是利用这个弹道导弹的技术 他们是这样博的 那不管怎么样呢 为了这个呢 韩国呢 就是说是这个 919的这个协议 军事协议里面呢 他这个就是怎么讲 就停止了部分的条款 刚才说的什么第一条第三款 这是什么呢 就是恢复了这个 空中的监视和这个侦察活动 对 919这个军事协议 这部分停止这些 就是里面的协议呢 但是呢 他其他不是有很多条 很多款 这些呢 还在维持 但是第二天 北韩就说了 然后你们这样的话 那我们干脆 也撕毁协议 因为干脆不要了 然后呢 这北韩呢 就是说 因为以前919协议以后 这不是这个在那个 就是军事分界线那边 分界线那边 是没有人 不是都有哨所吗 那双方大概都拆了 这个十所左右的这个哨所 对吗 那么这个呢 现在又重新恢复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 在公共警备区里面 这里不是双方都有这个军人吗 都有守卫吗 本来都不携带这个枪支的 对 现在呢 重新来了 那么韩国政府说了 这样的话 一方面携带枪支 一方面不携带 这个也不行 所以这一方面呢 现在韩国政府说 那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这样 然后韩国也是现在 韩方这边也是在 决定在修复这个警备哨所 昨天看这个新闻报道里面 就是说有一处 已经都三四年没用了 对 所以呢 这边呢 再看看能不能再用 那不然的话 其他拆除的呢 再重新盖 因为现在已经有些照片 北韩那边呢 已经开始重新 在修复了 对 所以说在这边呢 好像也有这种行动在里面 这个像 就发射了这个卫星 然后刚才说了嘛 不是说已经有些照片 其实这个卫星啊 说现在是正常 在这个轨道运转 然后呢 好像半岛这边一天 两次到四次 对 可以经过 经过 然后呢 这个好像说也拍摄了 什么美国本土的一些基地 甚至包括这个白宫在里面 现在都有照片 问题是 照片是没有公布 只是说我们有拍了 然后刚才也说了 今天嘛 12月1号 在12月1号开始呢 因为这个卫星啊 这个就是摄像的时候呢 这个还要要调整 这个东西大概就 到这个12月1号 都差不多了的话 就可以 其实上一次不是5月份 那个卫星 不是把韩国本收回来了吗 捞出来以后一看 这个是日本货 但是呢 就很久以前的 所以说这个 这明显度不够 所以这一次呢 问题在哪里呢 就好像西方媒体 韩国也好像说 这是不是上一次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俄罗斯有在这方面 技术一下子显著了 所以说你失败了 这次没有 这表示说就有一些技术的 这个一些提供 援助 然后呢 这个摄像的部分 也是可能有一种 比较不像过去那样的 就是成就的一些设备 就新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美国方面呢 好像最近有人说了 美国方面说这个 让它不能运作 什么叫不能运作呢 就是用什么 信号干扰嘛 用什么激光 用什么方式也好 甚至可以说摧毁 我不知道在国际法里面 能不能说其他卫星 可不可以把它 给它摧毁掉 不管怎么样 为了这个呢 现在呢 就是说 就半岛局势也比较紧张 那么这个 现在呢 也是一样 跟过去一样 好像现在也变得更明显 就是说 韩国 美国 日本 然后呢 这边 这中国 俄罗斯 还有北韩 比过去更明显 而且呢 现在因为 俄罗斯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俄乌战争 这边呢 也跟美国有点摩擦 那中国呢 当然在以前开始 就已经好几年了嘛 就美国的冲突 所以说 本来就是支持 这个北韩 这一次呢 这安理会也不能 因为这两个国家 是这个 常任 理事会的 这个成员嘛 所以说 这个好像也不能说 要再 有一个什么 什么新的协议 现在比较 这个对峙的 比较厉害 再说 最近看起来的话 这个北韩跟俄罗斯 走的稍微近一些 所以中国方面呢 也多少 也在这方面呢 不做考量 所以说 没有说是 直接的抨击 或谴责怎么样 以前呢 还是表面上是有的 但是现在呢 连那个都没有了 现在看来啊 就是中方 还有俄罗斯 都是那个 联合国强生 强认理事国嘛 他们都不会像过去一样 就是制裁那个北韩 他们会否决 或者是什么弃权 这样的方式啊 所以就是 适当的一种 制裁方案 是现在是 比较难忘的啊 这个黄教授啊 有报道中 那个俄罗斯向北韩 刚才那个 徐老师也说过 这个提供那个 军事技术方面的一种 对 就是你想 他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 他八月份是第二次 那个事发嘛 然后也失败了嘛 但是在三个月之内呢 就解决了发射的失败问题 而且呢 九月份呢 实际上普京是和金正恩有会面的 对 然后呢 之后也是这个朝俄两国是有紧密往来的 而且呢 甚至朝鲜还为俄罗斯提供了这个 去打乌克兰的弹药嘛 这个 所以呢 这个实际上呢 韩国的军方是表示说 就是有韩国专家认为呢 说他就是第二次卫星失败 发射失败 三个月以后就成功的去发射了第三次 就是有可能是得到了这个俄罗斯的技术指导 虽然就是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是实际上最近的一些新闻还是比较有意思说 这个 比如说第三次发射这个第二天 然后这个俄罗斯就有一架神秘的飞机降落在北韩 然后呢 里面到底是谁来了 这个好像也没有具体的报道 而且今年照的 背景当中也有一个外国人 他到底是什么人 对对对 也有这样的怀疑 所以呢 尤其是这个韩国的前国防大学的教授 朴隆珠 他就说这个 因为他们朝鲜一直在这个尝试 在东苍里用直线将这个卫星送入轨道 但是今年呢 实际上是采用了先飞向中国再转弯的一个路线 所以呢 这个技术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嘛 对 然后呢 所以呢 所以呢 这次也是好像是一个角度起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么这个有可能是这种像这个太空大国俄罗斯这样的这个太空强国哈 去给他提供了一些关键的技术 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具体的就刚才说的设备 可能也有一些这种进入朝鲜的情况 就零部件或者发动机之类的 因为之前是一些点火和分离的一些问题嘛 但是呢 俄罗斯方面是这个全盘否认的 就是说 我们没有跟朝鲜这个提供任何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种飞行发射的技术哈 嗯 那修老师啊 这个三个月底不是那个呃 在韩国召开了那个韩中日三国的呃 外长会议嘛 是到底谈了什么内容呢 当然谈主要是谈这个半岛局势啊 那当然世界局势也谈 嗯 但是呢 主要讲 因为因为之前不久不是北安就发射成功了 就所谓的这个侦察卫星嘛 军事侦察卫星 所以呢 在这方面可能进行了协议 那这个26号在釜山举行 这个是呢 时隔四年三个月 对 然后呢 在这边谈什么 就是韩中日的这个首脑会谈 领导人啊 会晤啊 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当然在这方面呢 好像是说三方说是啊 那么我们这个就好好的研究研究 看看能不能再举行 今年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再看看明年 因为现在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韩日日韩呢 走得比较近啊 所以呢 在中国在这方面呢 就是说 是不是说啊 马上就能说是啊 通过这个什么 因为首脑会谈了 之前一定要做一些这个 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嘛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进行 所以这边这方面呢 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因素在这边 不管怎么样呢 这次呢 时隔四年三个月 重启了外长会 当然这个跟过去 当然跟疫情也有关系 是啊 也有这个双边的关系 这个也有一些 就是说国际局势也受到影响 双边关系也受到影响 所以一直拖 那不管怎么样再举行了 说是如果能举行 这个领导人会议的话 那明年以后可能会 就三方的这个关系呢 可能会进一步拉近 但是呢 目前呢 这个也很难断定 说是一定可不可以 那不管怎么样呢 现在除了三方的会谈以外 这个双 三边的以外 这个双方 双边的也有会谈也举行 那么这里呢 当然 韩国跟日本谈的一些问题呢 就比较积极一些 那么跟中国呢 就是说 就一般的形式上的一些问题嘛 所以说 那不管怎么样 重启了这个三方外长会呢 意思是说 要为这个三方的领导人会谈 要铺路嘛 如果说就铺好了的话 如果明年真的能够举行的话 我看这个东北亚的局势呢 可能比这个现在的要趋缓一些 那个中国外长那个王爷啊 对习近平的访航问题 好像他有一点回避的感觉 没具体讲 对 一直都期待着这个中韩互访 但是好像从这个文在寅之后 好像就没有正式的见了面 我再次访问中国 访问过去嘛 然后所以应该是过来嘛 再说这次不是这个会晤了 但是呢 这个尹薛总统跟这个习近平主席呢 就没有举行双边的会谈 就打个招呼而已 打个招呼 其他的呢 有举行双边的首脑会谈 所以说这个也要 我们要深思一下 到底这个怎么样能 把这症结给解开 其实三个月底的时候啊 就是韩国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 第一个是那个参加APEC 就是美国旧金山 然后又访问了英国和法国 那英国和法国的访问当中啊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唐宁杰协议 他们都那个决定要签署 就是韩国英国签署唐宁杰协议 然后说要把两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双边的合作 升级到这个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实际上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这个英国可能会加入 这个印太的这种安保和一些联防的一些机制 就像这个从这个安保领域的话 韩国和英国是决定了 这个新设外交和国防部长2加2的会议 然后呢增进两军的这个相互联合的训练 然后呢履行对北韩制裁的这些共同巡查 那实际上这个之前肯定是没有的 然后呢中国也对此反应也是比较激烈的 然后呢在经济领域呢 可能要这个展开这种自贸协定的这个改善和协商 增强这个金融的对话机制 然后还有在能源领域呢 也签订了这个核电站的这个MU的备忘录 然后去建立这种无碳的这个能源构想 所以呢就是韩英两国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互动 好像也是在这个印太地区和这东北亚地区的这个一个局势 也是就英国从来没有好像这个特别的主动的去参与到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些 没有啊他其实是非常早期就非常关注 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协议啊跟一般的agreement不一样 他们特别要求的是accord这样的东西 accord呢就是这个凝聚性或者是内容的具体性来讲的话 更有丰富的内容 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政府呢就是觉得这个协议就是压力比较大 不过这次影席月总统呢就这个宁可去接受了啊 所以有一种新的变化啊 好今天的社交电节目到此为止 谢谢收看下周见再见